各位SUPERMOTO8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每週聊新聞單元 今天聊新聞播出的時候 剛好就是母親節的時候 所以不知道今天各位車友 怎麼樣跟自己的母親度過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也預祝這個 雖然應該人不會太多 就是正在看我們這個頻道的一些母親 搞不好你媽或我媽都正在看了 母親節快樂 好讓我們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就是地表最速 Suzuki Hayabusa82.8萬元上市發表 哇 Hayabusa終於正式在台灣發表了 那有關於Hayabusa的影片 在2021年版我們已經做過非常多的介紹 不管是聊車或是聊新聞 我們把連結放在上面 大家有興趣 對這台車還不了解的話可以去看看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試駕環節好了 首先我覺得這個驚喜一點點 從我去領車的那一刻就開始 我們到台齡機車領車的時候 我其實那時候一轉開電門 想說看一下車還有沒有油 然後我就找不到油表在哪裡 我一直看他中間的那個液晶螢幕 還在那邊切 想說怎麼沒有油量資訊 結果他是這個傳統儀表 在旁邊有個油針 這個就是被液晶儀表壞壞了 沒錯 那實際騎上路 我覺得這個車也是非常驚人 是 我覺得這車臨浮起始 他就是一台地表 最速而升的車款 沒錯 而且還是很有老味的車 對 你從你坐上去那一刻開始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他的這個不管是騎乘姿勢也好 或者是他這個很大很像爆枕油箱也好 沒錯 是那你一趴進去這個車的整流罩裡面 像我們那時候有找了一些 這種比較直的直線路段 稍微小吹一下這樣 我覺得那個直線真的加速 加速感受非常恐懼 對 因為我整路大概都只用大概二檔 那你二檔你再怎麼轉這個油門 他都不會出現這個超轉燈 你也幾乎把他吹不到這個紅線區塊上面去 你就已經到了這個直線 你已經就是心裡害怕的這種程度了 沒錯 而且我覺得他在加速的過程中 他這個轉速是非常低的 所以你不會有那種很熱血很激烈的感覺 他這種感受讓我覺得很像這種 這種比較有性能的這種豪華房車 哦沒錯 大型房車 因為他整台車也很穩 所以他會給你一種就是你實際速度 跟你體感速度有落差的這種感覺 對 那我們也在山路上試駕這台車 那我必須講 可能我們跟這車因為也相處 就只有短短的一天 跟這個車也不熟 所以我覺得他在山路上面 依然是這種很沉穩 非常沉穩的過彎感受 那我覺得跟現在許多車款追求的是這種極致的靈活性 即便他的這個車身尺碼可能比較大 對 那這個騎乘的體驗是完全不一樣 這一次的還要不少還有一個亮點 就是他導入了非常多的電控系統 對 像是他有這個動力模式可以切換 防孤輪等等一應俱全的動力系統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他進退檔快排 他進退檔快排的運作順暢度 真的是非常的優異 那退檔的時候幫你補油 也補了恰到好處 對我覺得這台車真的就是 他價格開出來跟這個大阿魯一樣 沒錯 所以其實選擇就很簡單 如果你是這種可能會下載道 或者是你很喜歡熱血跑山的人 那你當然就選大阿魯 對 但如果你是這種你比較喜歡長途旅遊 或是你比較喜歡這種直線加速的這種快感的人 那你就選這個Hairbusha 沒錯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當然是我非常推薦這台車 但我覺得你要思考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喜歡 我覺得這車很適合去跑ARTC裡面那個 環形高速道 沒錯 或者是你常常都在西濱通勤 我覺得也蠻爽 或者是如果之後國道有開放 可以上國道的時候 那也是不錯的 好那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就是Suzuki GSX-S1000 正式發表 這個現在的新車是不是都在比 頭燈誰的顆粒數比較多 我覺得現在從外觀上開始講好 因為我覺得這次的GSX-S1000 他在外觀上的表現實在是非常改變非常的多 首先我覺得大家印象最深刻 應該就是他這個全新的車頭造型 既然用了這種階梯式排列的頭燈組呈現 並且我覺得最厲害就是他們加入小翅膀升級 對可是我覺得他這小翅膀看起來沒有很小翅膀的感覺 我覺得他可能日本車程都還是比較低調吧 對他們就是很收斂 對你跟一些歐系車廠比 歐系車廠每個小翅膀做得像爆牙一樣 還有一些細節啊 像是他這個車身有一些鍛造類似這種碳纖維紋路的裝飾點 對這個真的蠻帥的 不過還是要吐槽一下SUZUKI 這個車尾車頭做得這麼尖銳這麼銳利 這個車尾怎麼看起來跟現行版有點類似呢 對我覺得他就是他們家就是常常改款都只著重在前半部 後半部就比較這個低調一點 不過是他們改版就只是針對一些 他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改 然後其他的東西他們就沒關係用舊了就好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他這次改版的動力數據好了 好他這一次改版的其實主要就是為了要符合 這個URO5的法規他其實很特別的是通常我們通過新法規 馬力都會稍微有點流失 但SUZUKI他們沒有 他們原本這個馬力是150PS 他這一次居然在通過URO5之後 還小伏地在2PS到152PS 而且他的排氣量是不變 另外在騎乘姿勢上面有點改變 像是他把手比前代稍微加寬了23mm 還有靠近騎士20mm 所以他整體的騎乘姿勢會更為挺立一點 當然我覺得他的配備也是非常的優異 像是前面Brembo的輻射卡鉗 還有KYB的全殼條倒叉 後面則是有殼條單槍避震器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來講運動性能是非常的好的 是他這一次其實也導入了相當多元的電控系統 像是還有騎乘模式可調 循跡控制系統 然後雙向的快排電子油門低轉輔助 然後就一鍵啟動 最後我們還是來聊一下好了 這個在有S1000新款跟Katana的前提下 你會怎麼樣選擇這輛排車 100%選Katana 我也是100%選Katana 新的街乳1000 他的頭還是有一點 我覺得有一點這種鋼彈 或是這種機器人的這種感覺 沒錯 對他是另外一種風味 但是身為一個比較喜歡父母車的 我還是選Katana 身為老車控我還是選Katana 雖然兩顆一表看起來一模一樣 Katana有開機動畫 這順便有刀得了字樣的呈現 最後就來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就是水冷新引擎 馬力提升16% SYM JET SL 96800元正式發表 同樣的 針對JET SL 我們已經做過發表會專門的影片 以及我們Ben 他有幫我們做過外型相關的相接影片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一樣把連結附在上面 那我們就直接針對這一次的改款重點 以及我們試成的心得來跟大家分享 對我覺得他這次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引擎部分 他換上一顆全新的125CG水冷引擎 沒錯 最大馬力有12.9HP 比起JET SL 他馬力部分提升16% 扭力提升了9% 極速提升了4.5% 他0到400加速也快了2.7% 發表會當天是下著雨的濕露露的天氣 可是我們後來也把車借出來 實際的道路上體驗 我必須講這次引擎性能提升甚至相當有感 SYM過往在起步的部分 他的傳動就調的比較暴力一點 所以起步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是不用太擔心的 但我覺得這次比較大的改變 在時速大概60到70之後的中尾速的反應 他整個延伸感非常的好 所以你在四驅道路上 其實你要領先當第一 非常輕鬆非常有刃有餘的 並且你會覺得這個車在高轉速的時候 整台車還是持續推著你向前 雖然不是到那種 因為他畢竟就125 沒有那種很猛爆的加速感 可是你覺得在四驅代步上 是非常不錯的感覺 是 我覺得這個車除了你剛才講這些東西之外 他在一些新的科技 或是他配備上面的升級也是蠻有感 像是我季隆拍車的時候 前輪的碟盤 有夠大一塊的 對沒錯 因為他們這次導入一個 JPT的三洋賽事科技的一個技術進去 主要就是想把JET車系 更往運動化的車款靠攏 所以他前輪像是加入非常大的碟盤 我覺得實際行程上 自動的手感跟效果都非常的不錯 在彎道表現部分 我覺得JET SL依舊維持近幾年 SYM車款這種比較沈穩的過彎感 就是被避震器的阻擁感還蠻重的 所以你在躺入彎道的時候 他給你的信心感還不錯 加上他這個水冷引擎出彎之後的動力表現非常棒 所以我認為在山路上 他依然是非常有樂趣 非常不錯的一台車款 最後其實許多人都在抱怨 JET SL這台車賣太夠了 對我覺得這就是現在125 這個水冷引擎下放之後 125運動急劇的這些車款 價格都已經接近10萬塊 其實對於一些 不管你知道自己買車也好 或是你是那種剛升大學 爸媽買給你的負擔都會變大一點 對你可能過往也打工一個暑假 就可以買一盤這種運動一二五速克 那你現在可能要打工三個暑假 到大三的時候才能買車 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 買下去的成本太傷了 所以如果你是正在看我們頻道的高中生 或者是準大學生 你要叫你爸媽買JET SL給你的時候 可能你也要衡量一下你們家的經濟狀況 不要給父母親太多 或者是要找一個比較好的理由 今天是母親節 好好愛愛你的父母 那以上就是我們本週三則熱門新聞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